明述记 第三章 都是受告的祭司 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 共祭司职份的 拿达雅比户在西乃的旷野 向耶和华献返火的时候 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他们也没有儿子 以利亚萨 以他玛 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 共祭司的职份 耶和华小于摩西 你使利位之派进前来 站在祭司亚伦面前 好服侍他 替他和会众 在会幕前 守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 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 并守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办理账目的事 你要将利位人 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从 以色列人中 选出来给他的 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 检守自己祭司的职任 进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我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了利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 一切投生的 利位人要归我 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 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 就把以色列中 一切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 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定要属我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 在西乃的旷野 小遇摩西 你要照利位人的宗族 家世 数点他们 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 都要数点 于是 摩西照耶和华 所吩咐的数点他们 利位众子的名字 是格顺 格侠 米拉利 格顺的儿子 按着家世 是利尼 士美 格侠的儿子 按着家世 是暗兰 以色哈 西伯伦 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 按着家世 是摩利 母士 这些按着宗族 是利位人的家世 数格顺的 有利尼族 士美族 这是格顺的二族 其中被数 从一个月以外 所有的男子 共有七千五百名 这格顺的二族 要在帐幕后 西边安营 拉伊勒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格顺人宗族的首领 格顺的子孙 在会幕中 所要看守的 就是帐幕和赵棚 并赵棚的盖 与会幕的门帘 院子的围子和门帘 院子是围帐幕和坛的 并一切使用的绳子 属格侠的 有安兰族 以斯哈族 西伯伦族 乌靴族 这是格侠的诸族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 看守圣所的 共有八千六百名 格侠儿子的诸族 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 乌靴的儿子 以利萨凡 做格侠宗族家世的首领 他们所要看守的是 约柜 桌子 灯台 两座坛 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 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 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 做立位人 众首领的领袖 要监察那些 看守圣所的人 属米拉利的 有摩利族 母士族 这是米拉利的二族 他们被属的 按所有男子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的 共有六千二百名 雅比亥的儿子苏烈 做米拉利二宗族的首领 他们要在帐幕的 北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的板 栓 柱子 戴卯的座 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 院子四围的柱子 戴卯的座 角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东边 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 摩西 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他们看守圣所 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 进前来的外人 必被致死 凡被属的立位人 就是摩西亚伦 照耶和华吩咐所属的 按着家事 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 数点一个月以外 凡投生的男子 把他们的名字记下 我是耶和华 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把以色列人投生的都数点了 按人民的数目 从一个月以外 凡投生的男子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名 耶和华小遇摩西 你拣选立位人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取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 立位人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 比立位人多二百七十三个 必当将他们赎出来 你要按人钉 照圣所的平 每人取赎银五摄克勒 一摄克勒是二十纪拉 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 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摩西从那被立位人 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 从以色列人投生的索取之银 按圣所的平 有一千三百六十五摄克勒 摩西照耶和华的话 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